中国女排迎来额外之喜 朱婷将携手另一超剧上演 王者回归 新华社点名 蔡斌赢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一聊咱们中国女排在世界联赛比赛期间 球队近期所收获的一个重大惊喜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朱婷她即将王者归来 那么同时也有中国女排另外一个巨星 将会携手朱婷重返中国女排的舞台 去助力蔡斌将会为咱们中国女排未来发展 将会为我们的奥运会增金有了一个很好的垫底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 更多喜欢朱婷的球迷朋友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 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女排 聊一聊球队最新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咱们中国女排是处在世界联赛的 这样一个战监休息阶段 而结合中国女排前期的比赛 那么我们看到球队是六胜二负 排在世界联赛积分榜的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个成绩很难让广大球迷感动满意 因为我们中国女排在香港战最后两场硬仗当中 都是输掉了胜利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两场比赛之后 关于中国女排核心归队的话题 也是被广大的网友频繁地提起 向大家也是打出了想念朱婷的词条 这就证明目前中国女排还需要有更多核心队员 能够帮助球队承担重任 而且蔡斌教练对于朱婷的回归 也是抱有着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到前期当谈到朱婷的时候 蔡斌是提到中国女排的大门 永远是为朱婷打开 所以说未来朱婷回归到中国女排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 而且在不久之前 朱婷也是重返国内 在咱们国内有了一个很好的亮相 这就证明她目前依然心系中国女排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都清楚 目前中国女排的状态 可能说单靠朱婷的回归 很难去力挽狂澜 对吧 而且咱们中国女排长远的目标 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 能够完成中级的翻身 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当中 去真正的完成球队的一个增金 所以说仅仅是朱婷回到中国女排 可能蔡斌她还很难去解决球队所有的问题 那么球队在整体阵容上还需要去增加更多的一个深度 而就在不久之前 那么新华社方面 他们的一个点名也是给到了中国女排更好的一个惊喜 可以说也意味着中国女排将会额外再迎来一个巨星 她的王者归来 那么在不久之前 我们看到新华社方面是点名了中国女排近期的表现 表示中国女排需要球迷们给到更多的耐心 需要他们长久的支持 因为蔡斌在带队之后 整体时间比较短暂 那么备战奥运会的时间 由于巴黎周期的这样一个缩短 也是显得更加艰难 而且呢 新华社是提到 在蔡斌带队期间 那么中国女排除了朱婷之外 张成宁也是因为一些原因 无法在第一时间返回到现场 那么这也就证明 目前呢 咱们中国女排除了去期待朱婷的回归之外 张成宁未来也极有可能会返回到咱们 中国女排的队伍 去携手朱婷助力中国女排 在奥运会当中打出更好的表现 而一旦朱婷能够和张成宁同时回归的话 那么对于蔡斌来说 真的是如虎添翼 确实能够让中国女排直接上升到争冠的一个档次 依靠着这两大核心主攻 她们的回归 那么中国女排可想之 我们在场上真的是无惧任何对手了 所以在此之际 咱们不得不去恭喜蔡斌 恭喜中国女排 可以说咱们女排真的是未来可期 只要目前我们能够去锻造一个更好的团队实力 那么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当中去完成终极翻身 就绝对不是问题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时间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 体育新闻事儿 下期咱们接着聊